各位早安 如果有人有一些事情觉得恐怕 我给你十篇一百二十一篇 你要好好的背把它读出来 我是上了恩待我 我从小有机会在教会里面学习 他们教我要背英 在香港要背英文生字 然后还要背圣经的经文 所以这篇诗篇是我一辈子背的 就是一百二十一篇 我的帮助从那里而来 我的帮助从神那里来 还有呢 最后第八节那里说 你出你入 神要保护我们 而且直到永远 教我们得到平安 八十年前我出生的时候 到现在闯了很多祸 有殖病 有灾难 有饥荒 今天还活着 感谢神恩典 就是蒙神的保守 直到现在 希望你也能够得到 今天我们来讲 新年的愿望 希望你们都能够有这种新年的愿望 刚才李弟兄祷告的时候 有一样东西非常要紧的 神那里来的正义 上了恩待我 我这辈子看见很多不正义的事情 所以我要贡献一点 在这个世界上面 最少有一个基督教会 那里没有人欺负人 也没有人被欺负 那是最好生活的地方 这是我一辈子的愿望 所以一起来学习 希望你们也能够得到 我的人生愿望 就是报福音 传喜信 特别是过年的时候 我们小孩子的时候 他们都拜菩萨的人 都要用恭喜发财 他们说恭喜发财 我就告诉他们 我是恭喜不发财 气死他们 幸亏他们没有把我打死 恭喜好 平安喜乐 我的人生经 愿望就是要报福音传喜信 因为报福音传喜信 传世界人都能够有平安 凡求告主名的救必得救 非常容易 非常容易 但是你必须要继续读下去 你不能停在这里 传天下 特别是中国人 他找到这一件圣经 就照出去传 求告主名就必得救 下面要读下去 没有信 未曾信他 怎能求他呢 没有听见他 他怎么能信他呢 没有传到怎么听见呢 这是都连续来的 道理是一条一条 我们叫做一条道理 很少有一个个的 单读的 这也是英文的 若没有奉差遣 怎能传到呢 如经上所记 报福音传喜信的人 他们的脚中活得加美 非常好 那现在我们今天要搞这个 没有奉差遣 什么意思 有人问我 特别是在礼拜五 礼拜三读圣经的时候 为什么我能够发现 圣经这里面 这些宝贝的东西 他们西方国家 是我们崇拜的师父 但是后来我发现 他们都是非常不好听 心灵不好讲的话 笨蛋 搞错 英文翻译圣经的人 搞错圣经 上帝恩待我 我有机会会发现 为什么呢 因为上帝特别恩待我 给我预备个环境 我可以专心 研究圣经 然后可以 照着圣经的真理传达 我不搞自己的东西 我在神学院里面学的时候 是名人成功的牧师 他们的事迹 他们的奖章 要去学习 模范 希望我们也能够好像他那样成功 那是老师教下来一套 后来我发现 不对路 我要自己在圣经那里发现 圣文圣经的意思 是原本的意思传达 但是你需要专心 因为我不讲现实的事情 不管是谁 你传达 你需要先解决你肉体的需要 你肉体的需要 你不能解决 你没有办法专心 所以这个奉差遣 奉差遣什么意思 有人支持你 而且足够的人支持你 上来恩待我 我有一个好太太 我不需要担忧 我们叫做后顾之忧 有没有这个表达颜值 你不需要顾后面有什么问题 还有人 特别是世俗年前 来到旅游这里 上来恩待 预备 几个不需要很多 在基督教会 外国人的基督教会里面 有权 有地位 他们愿意出钱支持我 我自己去上班 然后找工作做 找工作做 然后支持自己肉体的需要 然后一面传达 一面工作 自己以为很光明很好 我不需要靠人家活作 我可以自己工作 还可以传达 好像自己就得很清高 不对 因为你教练你分心不行 所以上帝预备 纽纽约那个教会 有一班人 他们有钱 他们有地位 他们有爱心 信耶稣的信心 他们发现 我可以 得到他们的信任 他们可以支付我所有的需要 还要给我买大的房子 只是我拒绝 产业太多也不行的 也会分心的 分心的 所以你要专心 他们说 你所有生活上的需要 我们负责 包括健康保险 你要专心传道就行了 这是最要紧的 我不需要担心有没有犯事 我不需要担心我老婆会走掉 把我最清楚的 看见我老婆把我宠坏 是她说的 OK 但是我没有坏 你放心 没有奉差遣 怎么传道呢 如果你没有得到 你的落体需要的支持 而且你不需要担心 你没有办法传道 这也是一个证明 西方国家一千五百年 把圣经翻译出来 而且他们有好多有学问的人 特别是近代1978年 在美国这里有一班人 搞新国际版 一百一十五个所谓圣经专家 但是他们翻错圣经 我发现上帝的恩典 为什么我能够这样做呢 因为上帝特别保守我 特别教我 有一个环境 可以专心 不需要担心有没有犯事 所以我可以照着圣经讲道 好像今天直到现在 我就立志要传圣经的真理 希望你们能够好好的学 这是你们的机会 所以你必须有差遣 然后你可以专心去传道 传圣经的真理 不怕得罪人 我在从小 在所谓的宗教里面长大出来的 我看见我们的老牧师 怕讲这个 怕讲那个 我去中国讲道的时候 还有老牧师非常好心 你不要讲得太绝 免得有一天给人家 发现你错了 下不了台 那个老牧师劝我 但是我不接受 我要照圣经 圣经怎么说就是怎么说 OK 如经上手记报福音传喜信的 他们的脚中何等加美 还有一件事情 非常非常不好 这是为什么我立志要造圣经 因为现在基督教传天下修辱人 基督教人所搞的东西 记得我讲的一篇吗 去看 那一篇我最近才在check 看看一下 有五百多人 看 所有宗教都是骗人的东西 我把电话给他们 我把电话给他们 我欢迎你们来找我 OK 所有宗教都是骗人的东西 OK 圣经的真理 最要紧的是什么 从上帝那里来的正义 不是你的正义 不是他的正义 不是我的正义 是神那里来的正义 写在圣经里面 罗马书一章十七节 你要信耶稣才有这个智慧 所以他们的脚中加美 传天下造作天上上帝来的正义 天使传喜庆 在伯利恒野地里有牧羊的人 夜间暗座奔事看守羊群 有一个天使 这是我造英文翻译的 有一个天使 站在他们旁边 主的荣光四面造作他们 牧羊的人甚惧怕 那他们这里 我们通常是very afraid 但是他这里就用so afraid 这是他们所谓的古典英文 这是KJV里面出来的 上的恩典 我们要学习一点 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 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 是万福万民的传天上所有的人 而且是我现在再宣布一次 可能很多人不喜欢 特别是为我们中国人 听清楚 传天下听清楚 除了我们中国人 没有人能够讲圣经讲得清楚 怎么我敢讲这句话呢 我讲了六十年 从来没有人来找我麻烦 上的恩典 不要惧怕 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 是关乎万民的 特别是中国人 因为传天下 中国人最多 有人说将来有一天 印度人更多 你不要担心 OK 因为经我不搞那个 我搞圣经 因为今天在大卫人城里 为你们生了救主 就是主基督 这是耶稣降生 就是要做主基督 有没有看见一个婴孩 包着布落在马槽里 那就是记号了 夫人有一大队天兵 同那天使赞美神 我特别要停在这里 至高之处 荣耀归给天父 这是我的志愿 在地上平安归给谁 各位 讲清楚 不是所有的人 神所喜悦的人 要读圣经 要读清楚 不要幻小 来教授 小多了 对不对 幻小 至高之处 归给我们的天父 地上什么 平安 归给神所喜悦的人 特别一种人 神所喜悦的 所以有些人呢 不是神所喜悦的 你不要想有平安 很多灾难 一直都有灾难 他们的灾难呢 受灾难的时候 都怨天怨地 但是呢 我们遇到灾难的时候 上帝啊感谢你 给我机会长进 这是罗马书第五章 第三节 而且雅各书第一章 里面就有 我们有正确的态度 如果你要说 碰到困难灾难 我碰到很多 不是因为我犯罪作物 是因为我帮助人 有时候太多努力 所以惹到麻烦 这一次好像有传染病 从中国那里来啊 武汉那里来 小心不要惹到 你要惹到我们一些正义 那就全天下都有福气 世人都在基督教会里面 成为神所喜悦的人 讲清楚哈 再宣布一次的 上了恩典 我现在在碗上面 所以永远传留下来 如果你不在基督教会里面 你没有机会 成为神所喜悦的人 不要浪费时间 去享受你的世界 然后预备到另外一个地方 不是天父那里的地方 我今天讲得很斯文 我不讲那个地方是什么地方 不是天父在你的地方 如果你不在基督教会 你不在基督教会里面 不管你在什么地方 你没有机会 成为神所喜悦的人 全天下没有人能够变 如果你不在基督教会里面 你永远没有机会 成为神所喜悦的人 你要成为神所喜悦的人 你要得到平安 你要圣经讲 地上天使孙悦的 地上天使孙悦的 地上平安 归给神所喜悦的人 除非你在基督教会里面 传天下 我今年八十了 传天下我都看见了 没有人 不在基督教会里面 能够成为神所喜悦的人 我现在告诉你一点 传天下 所有上什么瘾的人 堵的瘾 喝酒的瘾 吸烟的瘾 吃饭不能停止的瘾 不管你是什么瘾 不管你是什么瘾 你上了瘾的人 你不要讲得太大声 有一天我会告诉你 你有本事就不要做这个 试试看 我成就愿做得到 OK 上了恩典 上了恩待我 我在的地方 亲近朋友 没有人 能够提打麻将 没有 我只是 我太太 她的耳朵有时候很灵敏 听见那边角落那里 以前我有机会回去香港 有一班人要跟我 一起吃饭 一起聊聊 在角落那边 某人来了 千万不要提打麻将 上了恩典 为什么呢 因为我知道 我听见了他们有时间打麻将 我要他们读圣经 而且打麻将最少要两三个小时 我听见某人有时间打麻将 我就拿着圣经 坐下来 今天你要跟我一起读圣经 三个小时 不需要受 不需要受我打枪指 都他不需要的 圣经最有力量的 从此以后 没有人敢在我面前受恶打麻将 哇 凯文啊 回去中有些人 要打麻将你 来一起来读圣经 我记得我在香港那边 听见毛主席以前 不管好像你们没有知道 我没听见我 毛主席说 如果你不学习普通话 没饭吃 所以传中国的人都讲普通话 那你去有没有这回事 我在香港听见了 可能会吓人的 毛主席说 如果你不讲普通话 你不休息 讲普通话 你没饭吃 所以传中国的人都会讲普通话 OK 因为全世界你要做神所喜悦的人 你必须在基督教会里面 不然你没有办法 如果我不在基督教会里面 我也没有这个机会 如果你不在基督教会里面 今天你也不会听到这种的道理 有很多没有人敢讲的 因为他怕得罪人 特别是那些捐钱多的人 每个礼拜一千块钱 一共支票 一千块钱 他做了什么事情 你千万不要提 等一下他这一千块少了 你这个以后的心血就没了 就没饭吃了 所以你要小心 我为耶稣宣布了 宰来了 要偷 要杀 要毁坏 这是我练习的词句 非常简单 盗宰来了 要偷 要杀 要毁坏 我来 我耶稣来了 要叫人得生命 活得更好 就是这个不相同 在基督教里面 就是这个不相同 其他的 他们所谓的基督教 都是骗人的东西 我常常记得非常不好的 不久以前 不久以前 有一家人 只是三个 一对夫妻 一个十六岁的孩子 就在四十六岁那边 丈夫突然间 发神经病 杀掉她的老婆 杀掉她的儿子 然后自杀 把报纸卖出来 他们每个礼拜天 都去某某教会聚会的 但是搞出这样的事情 传天下 丢脸 这种事情 在我们基督教里面 绝对没有的 要记得 再一次劝你 如果你发现 发现圣经的教训 清楚明白告诉你 好像我前个礼拜讲的 不乖的孩子 你必须要打到他乖 美国政府不许可 圣经吩咐我们要做 那怎么办呢 你要照着圣经 当然你要遵守美国的律法 我上个礼拜三 听见 这里有一对年轻人 非常成功 他教他的女儿 怎么教他呢 就是我讲的东西 每一个小孩子 一定有喜欢吃点东西 一定有喜欢玩的玩具 他皮的时候 不给他 而且说明 你多少个小时 你多少天 不能玩这个玩具 你多少天 多少个小时 不能吃饭 那这个美国政府没有禁止 成功了 他的孩子很成功 我们要想办法遵守 不是想办法不遵守 如果你听见圣经的教训 说要怎么样做 怎么样做 你听到了 跟你自己意见不相同 这个是最容易写出来 你信不信耶稣 如果你真的信耶稣 你要想办法遵行 如果你想办法不遵行 那是很明显 你从来还没有信耶稣 那我可以讲这句话 我不怕得罪一些人在这五十年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如果你听见圣经里面的教训 看见圣经里面的教训 跟你的意见 你的习惯 你的行为不相同 你想办法照着做 还是想办法不照做 非常明显 你想办法不做 你从来没有信过耶稣 所以不要骗自己 也不要骗人 骗自己骗人也是一个罪 所以我常常说 如果你信耶稣不在基督教里面 你越信罪越多 就在这里了 非常清楚 传天下没有人能够变的 这是现实 你越信罪就越多 因为每逢看见圣经所说 跟你的意见不相同 你就想办法不做 两千年前就有了 耶稣的时代就已经有了 所以耶稣就告诉他那些犹太人 你们为什么称我主啊主啊 但不听我讲的话 不照着我讲的话去行呢 路加福音六章四十六节 所以我们要小心 我们要信耶稣 我们要照着圣经讲的 我们就活得更好 孩子训练出来 将来是我们的荣耀 是教会的栋梁 还有你明白 栋梁是什么意思吗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 栋梁是什么东西了 我们希望教会里面有栋梁 有棒的人才 可以继续下去 耶稣在门徒面前 另外行了很多神迹 没有记下来 这本神迹很多也没有记下来 但记这件事要你们知道 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 是神的儿子 并叫你们信了祂 就可以因祂的名得生命 得生命它是have life 什么意思 就是我常常讲的 特别是今天 如果你怕惹到那些传染病 等一下赶快回家 希望你家里面没有 可以赶快回家 他意思是说我常常说 好好的活 好好的活就是这里 就是这里 You can have life 活得好 我们信耶稣在基督教里面 就是希望能够活得好 比他们好 我们不消化世界 是世界消化我们 我们消化基督 世界要消化我们 不是消化祂 这是我从小就有的 就是在香港我这件事情 没有给人打死是很幸运 上帝的保护 他们拜菩萨 百分九十五 香港百分九十五都拜菩萨了 我说你们喜欢拜菩萨 我造一个给你们拜 没有人把我打死 我才活着 人造出来的东西 跪上去拜 那是 不是羞辱吗 哎呀 这些人 我们不搞这个 主要是不要给我搞这个 我拜创造我们的神 那是准确 因为神爱世人 甚至将来读生死 赐给他们 信他的不正面 反对永生 有因为在前面 记得我把他纠正 英文就有了 for God's not the world 因为神猜他的儿子见识 不是要定身罪人 是要救他们 要因为我们信耶稣 不终可以得到救恩 明白 得到救恩什么意思呢 活得好 而且活得更好 你以为世界上的人 有好多好多钱 活得很好吗 活得很辛苦 但是上了恩典 我活得好 到什么地方去 我都不需要担心 人家会抢我的东西 他后面走过来 特别是我年轻的时候 我看着后面 我听见后面的人 有走得好快 他好近了 我立刻就这样 他过去了 有时候吓了 有时候他吓了 怎么到 知道我在后面来了 OK 我们与世无争 上了恩典 他们要争 让他们去争 我们争取上帝的荣耀 就是荣耀神的事情 信他人不被定罪 不信人罪已经定了 因为他不信神 老子人民 你不信耶稣 你没有机会 我刚才已经讲了 你不在基督教会里面 你没有机会 如果你信耶稣 你必定会 会在基督教会里面 如果你不在基督教会里面 我再讲一次 你千万不要告诉人 你信耶稣 因为那是假的 你骗字也骗别人 如果你真的信耶稣 你会在基督教会里面 上帝一定给你机会 上帝你没有机会 上帝也给你造一个机会 把你招到基督教会里面去 传天下 信耶稣的人不被定罪 不信 就是罪已经定了 不要再审 希望有没有人 要来给我搞那个 起诉的第二十章 光来到世间 为什么人不喜欢来基督教会呢 因为他不要真理 因为他知道圣经的真理 只有基督教会有 基督教会里面真理 圣经的真理 有很多人良心 没有办法过得去的 他听起来很辛苦的 所以他没有办法 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 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 看见有平安 耶稣说的 在耶稣里面有平安 在世上有灾难 有痛苦 耶稣讲的 约翰十六章三十四节 所以你必须在基督教会里面 接着以死罗保罗 神告诉我们 我们不要与不信的人 我们中文翻译到不好 小心在这里 因为这是现实 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公司老板 他不信耶稣的 我们的同事一起做生意 不信耶稣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必须要什么 条约讲清楚 条约讲清楚 ok 不能够不信耶稣 你不能够不信耶稣 你不能够不信耶稣 所以翻译他很清楚 你条约讲清楚 好像我替他做事情 我信耶稣到不信耶稣 他们常常要占我的便宜 他们常常要占我的便宜 我们不是说不愿意给人家占便宜 但是这不正义 所以你要讲清楚 你要我做多少时间 多少薪水 你合作的部分 多少要讲清楚 ok 因为你不讲清楚一下 以后你会搞麻烦 你搞麻烦 对你的信耶稣可能有影响 神的殿和偶像的殿 有什么相同呢 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 就是神说 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 在他们中间来晚 我要做他们的神 他们要做我的子明 不是神 天国的子明 但是我们还活在这些地上 所以跟不信人在一起做任何事情 我们都要把条约搞清楚 先说我们中国人有情况非常好 先小人后什么 后君子 是吧 等一下他们 都不知道怎么翻译了 ok 等一下翻译的时候记得 又说你们勿要从他们中间出来 与他们分别不要咋样不接近的 我就收纳你们 我要做你们的父 你们要做我的儿女 这是传人的主受的 我要做神的儿女 所以我们必须有我们的行为 神儿女的行为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了人 只有这个办法 我现在信人是没有这个 说明那是一能够的 的 我过来 这件事情 我来说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